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台大政治系教授佐振東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張延廷老師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還有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靜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我們帶你來關心 現在在台灣海峽的部分 來看到是美國的海軍第七艦隊 五日在官網上面宣布的 他的這一條分N號的飛彈驅逐艦 是由南向北通過了台灣海峽 那麼根據了第七艦隊的說法 他說是由南海經過台灣海峽的水道 再向著東海來做航行的 好他也說此項是立即性的任務 其實已經行之有年了 並且強調是在執行公海上面的一個自由航行 好我們帶你來看到 不過根據我們掌握到的資料 分N號的飛彈驅逐艦 它是今年第一次的時候通過台海 就是在台灣的總統大選之後 那麼近日我們又可以看到 在正值中國大陸這邊有兩會在舉行 另外在這幾天還有就是飛中的船隻在南海 相撞另外還有這個兩岸在星下海域翻船事件 漁波蕩漾敏感時機 我們就來問這個分N號這個時候 他說他是例行性通過台灣海峽 老師你怎麼做解讀 尤其是在這個敏感時機 周老師 首先第一個 這個分N號是一個蠻新的一個戰艦 因為美國的軍艦其實很多都相當的老舊 但分N號是2015年才下水 相對來說是比較新的軍艦 第二個這個的確是一個所謂 就是說美國的確例行性的 有在台灣海峽航行 因為像有的時候 它每個月都會有一次航行 有的發布有的沒發布 有時候也不見得每個月都有一次 但基本上來講 它算是一個蠻經常性的經過台灣海峽 第三個我覺得這次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它的公開聲明 因為過去美國曾經說 在它航行的時候同時發布 然後說這是台灣海峽 是所謂的國際水域 那麼這一次的情況 它沒有說這個是國際水域 它說中間有一個走廊 是可以讓其他國家的船舶 能夠享有公海航行飛越的自由 或其他的相關的權力的行駛 所以說其實你發現到就是說 它有特別去標註說 這個其實是超越了 其他國家的領海範圍 我覺得這跟過去是不一樣 也就是說它嘗試在拉出一個立場 是跟北京的一個立場 是沒有衝突的 我覺得這是它在這次航行裡頭 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大陸方面的這個反應 倒是蠻一致的 就是跟過去一樣 都是說依法依歸處置 那其實它也沒有攔截它們 它就是說讓它航行 但是它嚴格監控 但是它特別都強調所謂的公開炒作 也就是說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可能關心的是 你有沒有就強調凸顯說 你是去挑戰我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 我的一個所謂的航行的範圍 或者我所謂的靜置航行的範圍 我覺得這個是 當中國大陸在過去多次以來 它展現的一個關切 最後一點它的意義是什麼 我認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是因為現在區域地區比較緊張 特別是台海 為了驚嚇水域 驚艦制水域 是不是存在 那大陸是不是 大陸繼續不斷地派這個海警船 或者是這個海間船 魚鎮船 到我們的水域 到這個所謂驚艦制水域來 那這樣子一個情況下 美國這時候它的軍艦航行 而且我想最重要的意義是 它把它公開發布 因為有時候它根本沒有發布 但有時候它現在是馬上就發布 就是表示說 美軍繼續存在在這個地方 美軍有捍衛這個地方 捍衛台海和平穩定的決心 我覺得這是它要宣示的 那能不能達到宣示的效果 當然就看 我覺得關鍵還是在 中美之間怎麼樣對這個事情 有一個互動 那這個互動是不是能夠使 這個區域的情勢 能夠往穩定的方向去發展 公開炒作這個部分 是中國大陸現在比較介意的 尤其是美國 它趁這個時候來宣示 在台海這邊的一個掌控權 我們繼續來看到是大陸的國防部發言人 張小剛他近日說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 那針對此 美方只是特別呼籲了說要北京來克制 不要改變現狀 我們來看到這個敏感時機 現在又出現了這個分N號 讓東部戰區的新聞發言人 這一位是失憶 他現在是硬起來了 他說他回擊說 東部戰區的組織海空兵力 將會全程來做跟監 還有將會依法依歸來做處置 好 請教張老師 我們來看到解放軍隊第七艦隊 你覺得能夠提出什麼樣的一個反制 一般來講解放軍他都會 由他東部戰區來發言 有時候國防部 他有提到國防部來這邊做發言 表示說對美國通過這一方面 不管是這次是由南向北 有時候是由北向南 通過這邊他非常的關切 第二件他就一定會有軍艦 在後面做跟監 但是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軍艦或軍機 逢機必查 逢艦必跟 他會派一到兩艘 大部分都是一艘 在後面的就是跟他過去 對 然後有時候包含飛機 他也會在附近做一些偵查的活動 或者是做一些 做一些這方面的這種間別監視 他都有這方面來做 第三個有時候 他這個共機這個擾台 他會了 變成說他也要爭取一個籌碼 共機這邊擾台的價值 明明是美國在這邊 由南向北 由北向南 他共機那幾天之後 之後他會共機的價值會變多一點 包含他的有人機 無人機 他的方式好像會比較 比較靈變一些 這表示說這是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 你這邊走了一圈我變成勢力範圍 以後他還會編組 有時候遼寧號或者山東號航空母艦 有時候出第一島鏈 可能這個之後 這個之後他會做一些應變 總之要有些動作 他除了海空監視之外 他也會做一些動作 這種瓶次會不會跟這個長生聯想 無論有時候要必要性的聯想 他在這邊做動作 比如說他不落人後 美國在這邊劃勢力範圍 他這邊要更進一步的去填補這方面 他的勢力範圍的活動 所以他的這些航母或者他的軍艦 也會在台海周邊 有的時候會變成跨巴士海峽出來 作為一個攻防上的演練 就在這個地方 表示說他在這邊頻繁的進出 頻率要加持 兵力要蓋過美國 有這一方面的較勁 我想在他這個三個原則 一直一以貫都是這樣子 美國是把他當作自由航行 把這個地方是國際控制 張靖老師他曾經有講過 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是你各化12海里 你各化12海里 這個化12海里 海峽還是有人家可以無害通過 可以無害通過 無害通過只有通過 林海叫無害通過 其他叫做航行自由 自由航行可以這個樣子 這樣子的話 對美國來說 他自由航行本來就是他的權利 美國都會講 按照國際法 按照慣例來通過 是這樣 所以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 他不會悶不吭聲 每一次都會有所發言 有所一些小動作 是芬恩號出現在這邊 中國大陸當然也是不落人後 要繼續持續的展現他的勢力 不過也有人特別質疑說 為什麼這一次通過台海的是芬恩號 不是航母 我們也帶大家來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伯克級的芬恩號 飛彈驅逐艦可是大有來頭的 2015年他就下水了 然後具備哪些能力 包括了防空 反潛 還有水面 對陸等等的坐在能力 畫面上看到 另外他搭載的是海鷹直升機 可以進行的是空載水雷反制 重量的部分9200噸 也是護衛航母的主力 那麼現在美軍還規劃說 在2027年之前要來在嘉景建造 一共是9艘 好 我們請教張靜老師怎麼看 這個芬恩號的飛彈驅逐艦 它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想首先要跟各位介紹一個名詞 我們經常講說驅逐艦 就是艦隊的所謂的耕田的馬 你知道叫Walk Horse of the Fleet 那也就是說這個驅逐艦 具有這個執行任務高度的這個彈性 而且它能夠適應高強度到低強度的 充足頻繃的寬度也相當的寬 而且它能夠承載多樣性任務 多樣性任務的能力也是相當驚人 而且它具有多面向的作戰能量 防空 反潛 護航 水面打擊 對陸打擊 搜索救難 紹介偵查 你算起來可能最多可以算到34項之多 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它具有跟其他任務載胎一起搭配 携同作戰的相容性 它也就是說它是艦隊兵力結構中 是不可或缺的單元 而且它我們這樣講好了 它就像一個機目 而這個機目很容易跟其他的艦艇 拼奏在一起而且發威大的功能 為什麼它會繼續再繼續建造 這個構型 這個USS的John Finn 它已經是它Fly 也就是這個型號之中的2A 也就是最新的一個型號 還會繼續做 為什麼會繼續做呢 我們就講說 這個在軍備的發展之中 數量就告訴你質量 什麼東西造的最多 F16造那麼多 F5造那麼多 因為它性價比特別好 某些艦船造得特別好 可是你去看看 美國海軍這幾年的艦船 這個叫做濱海戰鬥艦 造了幾艘 這個越來越造不下去 然後就計劃停掉了 海狼原來敲落打鼓要造很多艘 最後造了三艘 夢幻型的朱瓦特驅逐艦 那個吹噓的不得了 最後也是造了三艘作收 也就是說它的性價比 確實是就是滑不來 但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這個船真正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相對用的成本較低 一直到現在 美國B52轟炸機沒被淘汰 是因為它非單次的任務 你知道它所需要的錢 只有像B1轟炸機 或B度轟炸機的 1%或1% 所以它在整個部隊的維持而言的話 它是就是說 我們今天講說 我們要帶著算盤來打仗 對不對 這個是最好的 那我導致想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就是卓老師所講的 從2021年之後 這個所有通過海艦 這個美艦 所有通過台海都發新聞稿 第七艦隊全部都發新聞稿 但唯一差別是2022年的夏天 它開始就偷家賬 就這個台灣海艦叫做國際水域 然後在2023年的4月 中國大陸正式去 群外交管道召回美國說 我不同意用這個名字 因為國際法沒這個名字 而且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 那後來這個事情 美國海軍就把它洩漏出來 然後彭博新聞社 就在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的記者會提問 我請觀眾朋友可以去查一下 這個在2023年6月13號跟6月20號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萬文斌有正式的講說 尊重其他各國的軍艦或各國的船 依法通過台灣海峽的權利 所以剛才卓老師有一句話 我要這個就是呼應而支持他 就真正感報的不是你走不走 而是你發那個新聞稿 然後講得難聽一點 賤人就是矯情 在那邊裝神弄鬼 在那邊講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海峽的航行自由沒有問題 你只要去想想看 美國第五艦隊什麼時候通過紅海 或者曼德海峽來發 我在維護他的航行自由 對不對 他從來沒有 只有第七艦隊針對台灣海峽 你不要講說只針對台灣海峽 他通過呂宋海峽 他都不發新聞稿 所以你就知道 這完全就是一個政治的語言而已 是 政治的語言 最主要是因為他發了這個新聞稿 大肆宣揚了這件事情 從這個美國航行台海 我們持續來關心到兩岸的問題 驚嚇海域的翻船 現在似乎也變成了一個 另外一個政治懸案 好 在海委會跟海巡署 拒絕承認撞船之後 陸方代表當然是批評台灣說 謊話連篇 毫無誠意等到 那特別說了這個後果 你民進黨要自己來負責 並且附上了所謂的慰問金 每個人是10萬人民幣 但是當然家屬他們是拒收的 我繼續請教鄭東老師怎麼看 海委 海巡都沒有辦法解開政治難題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子的難題 我想這裡的政治難題 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當然就是說 到底台灣對受難 就是說因為事故而死亡的人 對往生者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那如果展現是一個就是說 一個人道的處理方式 那當然對於緩和大陸 這個激憤的這種民情 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政治難題 這是為什麼對於這個慰問金來講 他不收 那其實我認為這個海巡署 願意去支付這個慰問金 我覺得本身也是一個正面的行動 就是最起碼不管這個事情是如何 人是死了 那就表示說一個基本的 一個慰問的態度 那當然對方不收 當然也表示說對方 現在認為說雙方 他還不願意就是說 把這個情緒給緩和下來 所以感覺上是受到 第二個政治問題的影響 第二個政治問題的影響就是說 到底這件事情的事實是什麼 是碰撞 是自己蛇行翻覆 是誰碰誰 這些問題 以及我覺得這個問題 更重要的問題是怎麼去認定他 是 怎麼去認定他 所以現在來講 我覺得海巡署其實應該要讓這個過程 因為海巡署現在我認為 就是說我第一個 我當然是支持我們海巡署 去捍衛我們的這個 就是去執法 去捍衛我們的所謂盡限制水域 因為這個會是保障我們的漁民 這也是讓兩岸的漁民 都有一個有序的這個方式去捍衣 但是這件事情的本身 我認為海巡署說 一定要等到所謂的司法機關 去認定去判去進行判決也好 或進行檢察官去進行這個 起訴的動作 或者沒有起訴的動作 才能去認定 我認為這個說法站不住腳 為什麼 因為海巡署本身 他應該就有自己的一個判斷 他的判斷也會影響到 檢察官怎麼去認定他 當然檢察官不是照 完全按照他的判斷 但是他一定要有所判斷 就說到底我這個執法的過程是如何 那到底我的執法過程有沒有適當 而且最起碼從台灣的立場來說 我們也認為海巡署 你最起碼你應該要錄影的 都沒有呈現出來 你沒有錄影 當然就會造成各說各話 造成你被別人攻擊說你站不住腳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沒有拿出一個表示 要懲處也好 表示說這個我方的處理 有適當的地方 我認為這個當然就讓對方 我覺得也沒有辦法 覺得有一個交代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 這個是一個階段性的 但是這個階段 我認為海巡署在這個部分 的確沒有做好 是 就算是要有司法 還有檢調介入來做調查 不過海巡署應該還是要有 自己的說法 我們持續來看到 這個是泉州台辦的副主任 李朝輝他怎麼批評 他說現在台灣是出了 反而扭曲事實 那麼到3月3號之後 就幾乎整個礁石是音訊全無 都沒有再充分的說明了 那民進黨也沒有要解決的誠意 一句道歉都沒有 那針對此我們來看到台灣的部分 行政院長陳建仁說要等檢察官辦案 他說該道歉就道歉 管碧玲則是說保持開放態度 早日化解歧見 好 聽得出來開始已經出現了 陳建仁跟管碧玲都出現了 政治語言上面來做一些回覆 張老師怎麼看 我們知道這個要盡在 檢察官的調查結果 我認為這有一點點緩兵之計 因為如果是檢察官要調查 畢竟要在一段時間來龍去脈 用得非常的清楚 把這個前因後果 責任的歸屬 最主要是責任歸屬 他要把它做一個初步的釐清 那是不是要有些時間 這樣子的話就拿這個時間 不要在第一時間把它做解決 因為第一時間就解決 中共講得很清楚 就是要道歉 或者致歉 我們是希望要致歉 甚至說只要更輕一點遺憾 是這樣子 這樣的話 我認為是個緩兵之計 把這個氣氛先降下來 既然都已經二十多天了 就沒有必要在第一時間 來處理這個問題了 第二個我認為 這個時間來化解這個熱度 既然現在二十多天 時間來化解熱 因為黃金時間已經過了 要不然這個時間 馬上快刀斬亂 第一時間就把它處理完畢 這個讓它落幕就下去了 該致歉的 該書面致歉的 都已經達成了 大家就這個行政程序 相關完成了 賠償可能也做了一個適度的 就結案了 既然黃金時間已經過了 那就不急了 你現在已經不急了 已經超過二十多天了 還在乎要繼續在那邊 馬上把它急急的做結束嗎 再炒炒結束 時間也是那麼長了 繼續拖下去吧 我認為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盡量在三月初 距離520 還有兩個月 他可以在兩個月之間 當然可以結案 兩個月時間拖長 對他來看 可能是有某方面的 這種受負面的影響 可能會比較低 大家都在算這個自己怎麼樣的 這種我們講的風險管控 對不對 責任能夠是不是降低 輿論的壓力是不是能夠降低 都有這方面的看法 他認為時間可能拖一點時間 可能讓子彈飛一下吧 可能會比較好 可能會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我講的新聞效應 因為時間拖久了 新聞效應會慢慢降低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2月14號剛開始 一直到2月20號 新聞一直鋪天蓋地 每天報紙還跑頭條 現在已經換到第二版 第三版去了 因為大家對這方面的新聞 這方面的效益 反而會慢慢主持降低 可能對新聞效益的降低 對政府在這一方面的 所面對輿論的壓力 跟責任的壓力 可能也會放緩 所以他整個的一個中整的考量 現在就近在檢察官的檢察結果 尊重檢察官 檢察官要時間 檢察官要時間 檢察官時間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做因應 所以我認為他按照法律程序來講 如果他可以走的話 有他的一個考量 好 就是讓他拖下去了 剛剛特別提到檢察官 我繼續請教張靜老師 現在是說 瘋傳媒的獨家報導 一位是最高檢的檢察總長 他是刑太招 還有一位是台灣的高檢署的檢察長 他是張斗輝 也高度關注這個案子 這個有一錘定音的作用嗎 老師怎麼看 我想首先我們要相信檢察體系 這個高階的檢察的上面的首長 提供各項的在這個就是 檢察官調查的這個行政資源上面的話 我覺得跟會不會去干涉指導個案 干涉指導個案 依法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相信檢察系統 他應該有一定的公證 但是我也必須要講 假如要一錘定音只有兩個字 沒有證據就不能讓案件一錘定音 也沒有辦法讓嫌犯一刀斃命 但是我沒有像我的張晏廷學長 這麼樂觀 因為在台灣社會之中 有很多高度政治性和爭議的案件 拖延今年 然後到了最後即使有了結果 你知道性者橫性 不性者橫不性 兩顆子彈 對不對 有多少那些政治人物的命案 到了最後即使有了結果 但是社會這個 因為你沒有強有力的證據 所以當初沒有錄影 我認為這個案子靠拖自覺 到了最後這個補償或政治代價 會越來越高 我的看法是跟我學長是相反的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當初沒有果敢的 立刻去快刀斬亂麻糬處理 我認為後來夜長夢多 而且你拖得越久 你沒有的 最後你拿出的證據 沒有辦法讓人家信服 我覺得我們會付出更高的政治代價 謝謝老師 收集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近代環球大戰線 全球觀點 變成 全球